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评书 这节课我们来分享一下垂直细分领域写作法 好吧就是我已经写了标题了 越垂直越没有流量怎么破 然后呢下面一个小的标题是 只会输出干货你就完了 这是我们的经验啊 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想去做微博 去做垂直细分做完就死得太糊涂 根本没有流量 当然我们讲的是爆款写作课 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垂直细分领域 怎么做微博 这个逻辑呢可能适用于法律 心理什么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适用的啊 来第一个 首先讲一个大原则 就是目标受众可以垂直 但是内容不需要太垂直啊 什么意思呢 你只需要大概知道你的目标受众 什么样的就好了 你比如说你知道你的目标受众 是那个女性居多 那你就认识做这个女性就好了啊 但是内容不用太垂直 甚至甚至目标受众都不用管 你可以先不用管出这件事情啊 不用管出这件事情 你只要把你的认证认证了 比如说我是个心理咨询师啊 就可以了 然后你写啥都可以 内容不用太推迟啊 我们下面细讲 433法则 微博的内容 433法则 这是我自己强确定的一个规则 就是40%专业内容 30%常生活 30%转发活动 当然你可以不用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 但是我建议你应该有这么一个基本跨分吧 基本跨分 专业内容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呢 你可以嫌专业内容 然后呢 30%可以嫌弃上生活 比如说你养发 种草什么旅游出差 各种活是吧 你的美食都可以啊 这是让大家看到你喜欢你的 觉得你是个有血有恶人 你不是营销号啊 特别注意这个事儿 就是营销号和我们的普通人的IP号 有什么区别呢 我如果 我这重复啊 如果你想做专业内容 你肯定是想做IP号的 那么那么营销号跟IP号有什么区别呢 营销号是没有日常生活的 是没有日常生活的 IP号是有的 IP号没有日常生活 就是各种甚至吐槽什么都可以啊 家人啦 狗啦 花啦 草啦 出门旅游啦 那个开车啦 什么都可以啊 就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甚至一些吐槽 或者说是自己的糗事 都是可以的 这挺好 都是挺好的内容啊 要写专业内容 也要写日常生活 专业内容可以写的认真一点 写长一点 日常生活就是随手写 对马粉也可以 出门玩拍个照片也可以啊 什么都可以啊 比如是日常生活 还有30%应该转发互动 我特别强调 说到哪儿再强调一遍 微博是一个社交媒体啊 它这个社交媒体 它社交平台 它并不是说我门头写作就可以了 你可以可以破个圈 你可以经常跟一些人互动一下 经常经常跟某些人互动 然后呢 让他们去 互动多了 大家也会关注嘛 这样的你的诺度活跃会高一些 还有就是你的一些流量 也可以从互动互动中来 你可以有意识的多观众一些 认识互动一下 好吧 没说转发 没说互动 你可以那个某个阶段 其中呢 去跟某个博主多互动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的建议啊 内容四三三法则 好嘞 下面的一个 简单说吧 这一页简单说就是 你要做一个 披着专业皮的故事八卦 故事八卦号 这就是我们的秘诀 之前 我好像上去课讲过 上去有一个课 我好像提了一嘴啊 就是如果一个法律博主 怎么做呢 法律博主 你怎么能让你 那个吸引别人来看你的微博呢 你就讲故事就好了 讲一个八卦故事 特别有有趣的故事 而且法律故事里面 有很多非常精彩的 超出想象的故事 那种故事找不来 到哪找呢 B站大量对吧 多的是 B站那种各种奇怪故事 多的是 还有言说法 什么裁决网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吧 这东西多的是 你只要去认真的去 找出这个故事来 你找故事写 你不要自己瞎写 不要自己瞎写啊 讲干货就完蛋了 你一定要去找故事 多的是B站那些 B站 那个裁决网 什么东西 上面好多故事呢 把故事找过来 重新讲一遍 讲完之后 拿法律专业来分析就可以了 这种呢 也不算 这种不会侵权的 因为你是 你是拿故事在创作吗 是用专业来分析故事的 而不是说 我就超人故事 这是不对的 但用专业分析 有没有 版权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的话 你其实是靠 故事来吸引人的 而不是靠专业的 强调一遍 强调一遍 如果你只写专业 说明就跑了 当你写好故事 大家来看故事 顺便看专业就可以了 我之前 我们之前 你扶导一个法律号 那个 那个伯爐 总是会写一堆 法律条文 讲了一堆道理 没有人看的 你只有认识讲故事 才会有人看 这就是流浪的 流浪密集 流浪密集就这样的 开头就把故事讲好了 后面拿那个 拿那个法律分析一下 稍微分析一下 不分析太多 千万不要 大段的放法律条文 好 然后呢 要解答读者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 输出干货 很简单 你不要在 你的微博上 输出干货 而要回答读者问题 读者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读者问的 才是他们感兴趣的 才是可能会包款的内容 注意这个事 不要输出干货 不要去输出干货 而是要问 其他读者问题 尽量跟读者互动 比如读者评论 你问你啥了 你就把他 这个问题拿出来 写一条微博 用这种方法 你可以远远不得的 写下去 明白我意思了吧 要用读者的角度 用读者的角度 出发 他们问你什么 你就写什么 而不是你单纯的输出干货 你可以搜集问题 你可以没事发条微博 说你们有什么 可以要问我的吗 下面一看下面一堆 对吧 然后你就有时间 你就有写多素材了吗 不要自己在那瞎想 你把 你经常没事发条微博 你们有什么问题 来问我吗 好 他问完了 你就把他每问的 一个问题挑出来的问题 你就可以写微博了 对不对 很简单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去知乎上找的一些问题 知乎找高端问题 然后你用专业证来打 这也是一种系统写的法 很简单 下一个 热点加专业 蹭热点永远有流量 蹭热点是永远有流量的 怎么蹭热点 之前我讲过了 但我建议你是这样的 我建议你 因为你要写专业 你就要写长文章 你不能只是蹭个短的 你要写稍微长一点 起码有个四五百字 五六百字 如果你要写 打造一个专业的形象 专业IP做垂直的话 你就要起码写个四五百字 否则太短了 就没有全文章的 要有长文章 要长一点 然后怎么蹭热点 之前我们可能你讲过 怎么蹭热点 简单说就是你找出这个热点 跟你专业有相关的 然后用专业去来分析这个热点 你可以把热点重复一下 讲一遍 然后专业去来分析 你也可以根据这个热点的你说 这个热点让我想起来一个什么故事 我把它讲完 讲完这个故事 专业来分析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写作法 我讲的课程都是非常简单的 都是我们亲自做过的辅导过的内容 非常简单 你用这个方法去做 就一定可以做出来 我重复一下这几个课怎么做 就是首先目标中可以垂直 但内容不必太垂直 你只要把你 我的建议是可以更简单一点 你只要把你认证好了 其他什么都可以写 然后我们有个四三三法则 专业内容40% 日常生活30% 转发互动30% 可以不用严格按照这个标准 但是都要有 好了讲个精彩的故事 就是一个披着专业皮的一个故事把关号 这么做就可以了 然后的回答组织的问题 问他们问他们有什么问题回答就可以了 最后一条 热称热点容是永远有留到的 一定要称热点 一定要没说看看 最近热搜是个啥 但是你不要讲从只称热点的习惯 我见过一些专业号 永远都称热点 然后一条热点呢 称了一个热点就写了三句话 这是没有用的 这对你的IP养成没有任何价值 OK 好了 我们的微博报关写作课 我们的用课程设计是十节课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东西 可能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试一下 我测一下 看能不能继续加课 如果能继续加课的话 我就多加几节课 没关系 我也能想到的 我就多加几节 这个报关写作课 如果可以加课的话 我可能加到 大家三五节身 十节都是有可能的 有时间我有什么想法 就做个小课 但如果说 如果不能加课的话 那我就在群里面 跟大家聊一下好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群里问我 好嘞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